日本独类新闻近日发表了题为《日本将追加购买20架F-35A》的报道。 报道称日本政府决定将追加购买20架F-35A衍生战斗机,加上现有的F-35部署计划,日本航空自卫队将形成部署60余架F-35A的格局,而此举目的是对抗正在增强空军力量的中国,今年来随着中俄隐形战机研制和服役的步伐加快,日本自卫队也在抓紧进行新一代战机的更新划带。 日本政府目前正在推动部署F-35A,把它作为替代不断老化的F-4战斗机的新一代机型、暗线型计划,到2024年度前,将部署42架1、60架F-35A若部署日航自实力或亚洲第一有分析指出,F-35一边在摔,一边在买,最大的买价就是日本,在F-35B摔机, 然后全球F-35停飞的情况下,日本航空自卫队反其道而行之,宣布再购买20架F-35A战斗机,如果这20架到位以后,日本航空自卫队所拥有的F-35将会达到60架,数量亚洲第一,比韩国强得多,比其他亚太美国的盟友数量也要强得多。 如果有了60架,就意味着今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作战能力正在转型,像之前比较老旧的F-15、F-2包括其他的战机不具备隐身能力, 而且在海空上方跟其他国家进行对抗未必有优势,如果F-35这种战机凭借他的隐身能力,特别是强,大的电子和信息化能力,对周边国家海上空中目标,都可以构成比较大的伤害。 二,公关F-35技术难骑为六大机引发准备力外,日本在这个时刻马飞机,实际选得也很好,如果F-35全球受到谴责,特别是美国认为主要技术问题,有可能不是一根油管造成,如果全部系统都存在着问题。 那么下一步美国与日本在分享F-35技术的时候,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进步,如果美国松口,日本帮助,对于共享F-35技术,有很好的推动作用,日本如果把F-35的技术赤透,通过日本的加工,日本的制造,日本的创新,很多日本元素的介入,会让这款飞机今后既兴美,又兴日,如果形成日本创新, 日本发展,对于今后六代机的研制,包括日本把F-35战斗机的生产和制造也会产生重要影响,所以日本从美国拿了一把生锈的刀,但这个刀的本质不错,这刀的基础很好,如果磨一磨把手都搞掉,今后日本在航空作战能力方面,会达到很高的状态,所以现在F-35的停飞,给了日本只好的机会, 日本趁着这个时机大量购买,既可以让美国感觉到日本的态度,同时又可以让自己的综合水平,达到一个新的状态,看看新闻,Luz记者,方良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